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主宰外面的宇宙 你就叫佛 就叫菩萨 无腹无脱 世界以无名烦恼为父 这是别人 神速把我们捆绑起来了 不自由了 是这个意思 不自在了 不自由了 比如什么呢 比如烦恼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戒死烦恼 三大类烦恼 这被捆绑了 而以断祸行真为托 你看看 断尽死烦恼 就脱离 六大轮回 就解脱 解是解开 就是把绳索解开 比喻你从烦恼里面脱出了 脱离了 脱离了 沉沙烦恼 断了 无名烦恼也断了 你就脱离了 十八戒了 那就是法神菩萨 祝射报庄严图 在射报庄严图里面 无名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 你就脱离 十八戒 十八戒也不是究竟 你回归到长济光 长济光就是自信 就是法神 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你爸你本来灭目找到了 这是真正 无伤真正正确 花园经上成立 妙觉如来 究竟的佛国 是谁啊 是你自己本人啊 是世尊常常跟我们讲的 一切众生本来致福 你远远满满致福了 这一桩事情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算是真正有把握了 真正得到保证 你一生成就 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保证 陈旧肯定是陈旧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这个时间太长了 这个事实定下 我们又不能不知道 真正知道了 真正明白了 搞清楚了 不再迷惑了 肯定 你下定决心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求生净土 亲近密度 那我们就真正找到了 解脱的门道了 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古人讲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无量劫来西游难逢的一天 我们这一天遇到了 我们再看下面 而未知无名于发现 本为一体 发现如水 无名无兵 现象虽说 救其本体 则无名之兵 具体是发现之水 这个比喻也别的好 无名是迷 发现是绝 绝迷是一不是二 迷 是迷语发现 绝呢 是绝语发现 其都是发现 所以 迷语报尔 这是四世人想 绝发现 所以 真的水 转迷为物 转返为神 绝迷是一 凡身也是一 大臣叫做 入不二发门 入不二发门意思 就是你完全真的了 你通达明了了 迷语都放下 迷语就是 迷语迷语 迷放下了 语也放下了 迷放下了 哪来的语啊 好像有个人 生病了要吃药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这就是 墨热经上 佛所说的 发上应时 猴况非发 非发是迷 发是帮助你 觉悟 你真正觉悟了 发就不要了 金刚上 比喻 你过活 要坐船 船是你过活的工具 那就是发了 你要用这个船 渡过去 渡到彼岸了 踏到彼岸了 船也不要了 你要了 干什么 没用了 把船 比作佛法 没觉悟的时候 要它 要依靠它 到彼岸了 不要它了 这是教导我们 法不可以贪念 贪念了 麻烦大了 佛是叫我们 断贪心的 不是叫我们 换对象的 世间法不贪了 就贪佛法 换个对象 你的迷惑 你的烦恼 没断 佛是叫你 断疑惑 断迷惑 断烦恼 不是叫你 换对象的 其实对象是空的 对象是假的 对象根本就不可等 你要换它干什么 不要在境界上去操心 外头没事 用心在哪 用心在内心 所以佛家叫内义 正国叫内政 意思就告诉你 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 不要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就是否则 会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是反复 外面境界 和你自己意思 就深欢喜 违背自己意思 深惩慧心 错了 你被外面境界影响了 你能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能够影响外面境界 那叫什么 那叫静随心传 外面境界 受你的影响 你一主宰了一切 这个主宰就是末弟子 真乎找到了 我们现在可怜呢 是外面主宰了我们内心 太苦了 这叫迷惑天道 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 能够主宰外面的宇宙 你就叫佛 就叫菩萨 静随心转 这是有道理的 有理认作依据的 我们被外面境界所转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迷惑颠倒啊 是反常的事情啊 悬疑里头这个比喻 无名于发现 谁也提 主而无名 就皆发现了 如冰是水 如水是冰 并非一如啊 所以没有福也没有脱 阿 尼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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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陶 佛 阿尼 陶 佛 阿尼 陶 佛